好 今天晚上就是跨年夜了 大家要去哪里跨年呢 我们现在在这里呢 帮大家整理出的 从北台湾到南台湾 东台湾都有非常多的跨年活动 包括了在台北市最具指标性的 大家一定都会想到 就是台北101 好 今天晚上也会有烟火秀哦 这是台北最嗨新年程 总共会释放的是 16800秒的烟火秀 是首度360度的四面展演 因为在新北的部分 淡水这里有跨河的烟火 会释放的是14168发 16发这个数字 诶 听起来真的蛮吉利的 好 这个时间也很长哦 13分14秒是取其谐音 一生一世就爱你 这也是全台湾规模最大 释放时间最长的一次 好 我们继续来往南走 在台中的利保乐园 这边呢 请来大卡斯 好 有这个跨年演唱会 也会释放烟火 另外呢 这个是水南中央公园的部分 也会有12分钟的烟火 更有四大主题 大家可以好好的期待一下咯 另外呢 在新竹的部分 竹北这边也会有180秒的烟火 还有在日月潭这边 也有跨年晚会 也会上演华丽的烟火秀 那另外则是云林这边呢 是剑虎山这里呢 除了可以到剑虎山里面 来玩游乐设施之外 还有摩天轮的烟火秀也是非常的特别 而且还会有可爱的公仔兔兔 预告新的一年兔年即将要到来 在高雄的话呢 有三场烟火秀 包括了在梦时代 还有很多人都很期待的这个一大世界 今年是999秒大型的立体艺术的高空烟火 还有在高雄的流行音乐中心这边 有大港烟火 也是象征着2023年 所以他们释放的这个长度是223秒 是12寸的高空烟火 也是非常的特别 而在台南的部分的话 也是有这个象征台南66大顺 所以他们会释放的是66秒的烟火 好 继续的我们来看到东部 东部花莲这边呢 东大门广场前面也有跨年的演唱会 同样的也会释放的是300秒的烟火秀 大家可以好好期待一下 今天晚上到底要去哪里跨年呢 好 在高雄这边呢 今年是打出了跨年跨满24小时哦 除了31号晚上有跨年的烟火 1月1号也会在高雄港区这边 释放的是223秒的灿烂烟火 30号周五先释放了60秒的烟火 作为先行的测试 更搭配的是当红的日剧初恋的主题曲 First Love 虽然只有短短60秒 真的很多民众说 提前感受到跨年的欢乐气氛 而这回的大港花火是以幸福作为主题 人丹的晚间也将在高雄的第一港 3号到10号会在码头的外侧 释放4寸8寸跟12寸的高空烟火 会搭配烟火秀 庆祝新的一年的到来 好今年就是2022年的最后一天了 台北市一样会在今天晚上 在市府的广场举办跨年晚会 由于今年是疫情趋缓之后 第一次举办大型的聚会 台北上讲万安晚上也特别视察了消防局 要感谢的是消防人员 为了维护安全所做的努力 今年的跨年晚会我们要特别上行发展 严真一代 接着农历年 因为今年过年比较早 1月19号 再加上之后 台湾灯会也在台北举办 那当然也会增加很多 公共安全的风险 我想这些都会需要 各位伙伴 大家一起共同面对 兼顾及守护市民 守护国人 生命安全重要的责任 奖万安还特别加码了 礼盒奖金 慰绕消防人员 好他特别到了 这个是市府大楼的一楼 也就是跨年晚会的舞台的后台 来视察关心安全的设施 其中遇到一位民众还叮咛 奖万安最近看起来比较累 要他好好的保重身体 好免疫力会降低 然后我们说睡觉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 这真的是不止脾气差 皮肤也会变差 旺旺现在推出了一个新产品 叫做梦梦水 独家的配方呢 可以启动入睡的关键 怎么买呢 来QRi Code快点购 扫一下